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兰特在丹佛摩托伊舞俱乐部包厢内的视频截图 地上撒满了美刀 而莫兰特赤裸着上身正在享受大腿舞 据报道 莫兰特在这家俱乐部两个晚上 小费就花了至少5万美刀 看看一地的钞票应该也能看出来 俱乐部人员称 莫兰特抵达丹佛没多久深夜就来他们这了 开派对 然后让俱乐部找了些女郎 工作人员还称里面的音乐也非常的帮派 而第二次来则是输给绝境后的凌晨 而炫枪也是在第二次来这家俱乐部的时候 根据当时的五娘透露 整个屋子撒满了钱 她花了很长时间 才数清楚有多少小费 而当莫兰特掏出枪的时候 所有人都害怕极了 从侧面也能看出 NBA球员为什么赚了大钱 最后却经常破产 这样的消费方式 不破产都难吧 别看赚得多 但是花得更多 小学的数学题就说过 进水量要是低于出水量 那么池子迟早得干 何况 莫兰特并不是一个人消费 记得之前她给自己和父母 妹妹在同一个富人区买了二套猴宅 彼此可以互相照顾 但是又不会干涨太多 这无可厚非 但是看得出来 莫兰特对周边的人很照顾 而大家记得吗 还有一种破产方式叫做对人大方 艾就曾经因为给随行人员花费巨量金钱 最终退役两年就宣布破产 要不是有瑞布的终身合同 该的情况不会比其他破产人员好多少 强倒重人推 破骨万人垂 随着事件发酵 莫兰特的瓜会越来越多的 阿里纳斯就借机来了一波高级黑 把给小费称作慈善救济 把掏枪说成英雄主义 看得出来 这些年他憋坏了 但是调侃归调侃 总归是自己种出来的恶果 阿里纳斯自偿是应该的 你们所有媒体 应该为称呼莫兰特为 坏蛋一时道歉 这位家里的顶梁柱 英雄 榜样 顶级球员 对视最佳 联盟未来的门面 慈善家 他把他的时间和钱都捐给了当地那个名将 沙特纳维利斯的圣地 这名女性被误导了 由于资金短缺 导致屋里的空调坏了 所以 莫兰特太热了 干脆不穿衣服 莫兰特先生慷慨提供的五万美刀 让这位妇女非常兴奋 她没有经过莫兰特的同意 就跳到了她身上 如你所见 莫兰特压根就没碰她 也没有享受正在发生的事情 至于你们之前看到的视频 很明显 由于看到满地的美金 一个当地的丹佛人 见钱眼开 试图抢劫这个历史悠久的地方 莫兰特先生勇敢地冒着生命危险 解除了强盗的武装 莫兰特先生表现出了 伟大的个人英雄主义 丹佛市长放弃了对莫兰特的调查 现在正考虑把丹佛的城市知识 交给他 以表彰他的勇敢 我等不及看到莫兰特先生 重返球场了 所有的英雄都不穿斗篷 但莫兰特会穿 时间来到三月中旬 过去的半个多月 灰熊对球星莫兰特 一直处于舆论的焦点 此前 莫兰特在直播中 秀出了不该秀的东西 三天前 他在夜店消费的画面曝光 场面非常不堪 这样一来 莫兰特的形象大打折扣 如今 对于莫兰特的冲击 才刚刚开始 根据灰熊队跟对记者的消息 目前 已经有品牌中止与莫兰特的合作 并且将撤下他的广告 莫兰特遭遇经济损失 已经无可避免 莫兰特本人 现在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此前 他曾对外公开发表声明 并且向所有球迷和社会大众道歉 莫兰特还郑重承诺 自己将会承担起所有的责任 灰熊队官方也对外表示 莫兰特愿意全力配合球队和NBA联盟的安排 相比此前 欧文和篮网队的冲突 莫兰特虽然犯错了 但是 目前看来 他和灰熊队管理层的关系 看起来并未因此受到太大的影响 莫兰特在对外的声明中表示 我需要一些帮助 我需要学习如何更好地应对压力 让自己保持身心健康 据悉 莫兰特目前将开始接受心理辅导 此前 当莫兰特在舞厅的玩乐的画面曝光之后 NBA民宿阿里纳斯连续嘲讽莫兰特 阿里纳斯表示 是因为舞厅的空调太热 所以 莫兰特才脱掉上衣 有球迷就表示 阿里纳斯实在太幽默了 但是 阿里纳斯还强调 莫兰特是好人 小伙子人品没有问题 在 NBA联盟 球星出现心理问题非常普遍 以前有波士 维斯特 多罗赞 如今轮到了莫兰特 关于自己的心理问题 莫兰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毫不避讳 他表示 我一定会好好面对 虽然一些广告商决定和莫兰特解约 但是 他的球鞋赞助商Nike在声明中写道 莫兰特认错态度良好 同时他愿意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未来的一段时间 他将会受到帮助 对于我们来说 球员的身心健康是排在第一位的 前一段时间 欧文也出现问题 但是 欧文的认错态度糟糕 因此 Nike公司一怒之下决定和欧文解约 至于莫兰特 Nike显得比较宽容 上赛季 灰熊在常规赛期间 就曾经因为莫兰特的伤缺 而打出了比莫兰特出战时 还要出色的战绩 当时球队的替补空位泰厄斯琼斯 在出任首发后 确实是打出了非常惊艳的表现 休赛期 当琼斯老东家森林郎 再度为其抛出橄榄之时 灰熊还是以一份 两年2900万的合同 和他成功续约 把他留在了明尼苏岛 莫兰特近期遭竞赛 琼斯重返首发 稍早前带队大胜勇士 因为有莫兰特 所以 琼斯注定是要从板凳席上出发 不过本赛季当莫兰特赛季出 又遭遇到一定伤病困扰的情况下 琼斯继续临危寿命 坐上了球队的首发空位 和贝恩 狄龙这些后场 一起帮助灰熊渡过了难关 而在近期 莫兰特因为持枪事件 很有可能会缺席好一阵子比赛的情况下 琼斯则又被詹金斯给提上了首发 稍早前 灰熊以131比110大胜勇士 此一琼斯 在首发33分钟的上场时间里 时期头八重 拿下22分四篮板 11助攻 三抢断的全能数据 而在他的组织串联下 灰熊全队一共有6名球员得分上双 12名上场球员中 初开只打了1分钟的肯尼迪钱德勒 其余球员均有得分入仗 首发 替补贡献大相径庭 灰熊想要稳住阵脚 琼斯是关键 作为曾经杜克大学的主控 琼斯其实在生涯首个球队森林郎时期 就展现出自己的大将之风 可惜因为没能够得到球队的重点再赔 他只能是从替补端打起 而本赛季 琼斯虽然大部分时间 仍然是以替补球员身份出战 但却打出了生涯最佳的 10.1分2.2篮板 4.7助攻 三项命中率分别来到 43.6% 38.1% 和81.5% 而这次 莫兰特遭到联盟禁赛 灰熊如果想要稳住自己西部上半区的位置 琼斯绝对是关键所在 琼斯运控和投射更胜莫兰特 他能让角色球员作用最大化 对比莫兰特 琼斯的运控技巧和外线投射 确实是更胜一筹 本赛季 他场均送出4.7次助攻的同时 失误即有0.9次 且38.1%的三分球命中率 能够排在全队第三 仅次于前不久加盟球队的肯纳德和贝恩 反观莫兰特 本赛季 虽然场均可以送出全队最高的8.2次助攻 但场均失误却也高达3.4次 另外 在三分球命中率方面 他仍然没有太大起色 命中率仅有31.6% 真要让琼斯来成为球队的后场指挥官 灰熊其他这些角色球员 其实可能会打得更加舒服一些 至少平常一些莫兰特上脑的无脑浪头 会转换成他们在空位轻松出手的机会 目前暂不知晓 莫兰特究竟何时能够回归赛场 而这样的恶性事件 灰熊估计也要做好 莫兰特本赛季 可能不会回归的最坏打算才行 琼斯迎来正名契机 今下有望提前获灰熊去约 这次 琼斯坐上了球队的主控位置 反倒会让这头熊就此苏醒过来 本赛季 灰熊全队一共有6名球员得分上双 这次莫兰特暂时离队 贝恩 迪龙 琼斯 肯纳德都展现出了自己不俗的得分能力 若知让他们重新找回上赛季 无漠师的火热状态 这次灰熊不仅有机会稳住西部上半区 甚至有可能会继续杀入西部半决赛 截至目前 灰熊暂时以39胜26负的战绩 排在西部第三 和第二的国王战绩相同 而今天能够把至少了 维金斯一个核心的勇士给成功拿下 所以可见 灰熊的硬实力确实不容小觑 接下来 这十余场比赛 确实是琼斯继续为自己赢得正名的契机 如果他真能够稳定这样的火热状态 不排除在休赛期 灰熊会继续用一份军心 在1500到2000岸的多年长约 将他长留 毕竟莫兰特这一点的问题 短时间内真不好解决 他若回归琼斯继续出任替补 也并非不行 倘若联盟针对莫兰特 做出像当初惩罚阿里纳斯那样的 长时间竞赛 琼斯这一点 也可以为灰熊暂时稳住阵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